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的是實數 前面我們介紹的是無理數 從有理數 再來無理數 再來實數 那什麼是實數呢 就其實數線上的點 就是包含有理數 剩下的就是無理數 所以數線上就包含了無理數跟有理數 那有理數跟無理數合起來就成為實數 那所以這個有理數也是實數的一種 無理數也是實數的一種 實數就包含有理數跟無理數 好 數線上每一個點數對一個數 是有理數跟無理數 反正有理數跟無理數加起來 合在一起 可以描述數線上所有點 那這個合起來我們就成為實數 就成為實數 好 那全體的實數跟數線上的點 形成一個一對一的對應 每個實數都可以找到一個對應的點 每個點都可以找到一個對應的實數 每個點 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有關於實數 對 可以 那數線上A點所對應到的實數小A 那就成為A點的坐標 那我們把它記成這樣 這個意思就是說 數線上有一個點它叫做大A 那它的坐標就是小A 譬如說 數線上這是圓點 那這裡有一點3 那這個點的名稱叫A 那我們把這個點我們就記成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A點它的坐標是3 這樣子 就是坐標3的那個點叫做A點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呢 好 好